嫁下三烂老公?资深女星卡遭到摔孩被逼拍三集片? 60岁男韩女星红乳珍是韩国小姐出身,曾出演《灿烂的遗产》、《妻子的诱惑》、《诱惑》等多部韩剧,日前她接受TV朝鲜节目《人生纪录片》的访问,自爆婚姻陆坎坷,还曾为前夫下海拍三集片。 红乳珍坛到这段不堪的往事,表示当年她很年轻就认识前夫,由于被恋爱冲昏头,很快就结婚进入家庭。 熟料婚后前夫露出真面目,不但用她名义借钱,还偷她的信用卡倒刷,知道自己看存折时才发现。 不过这还不是最恶劣的,原来她的前夫竟然有说她拍三集片。 红乳珍说当时有色情片片商找上门,力邀她拍三集片,但她一亿结婚拒绝邀请,怎知回家和前夫讲时,前夫得知三集片片酬比平常更高时,竟怂恿她吓害拍片,还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,更说当演员要脱衣服应该没问题啊。 原本红乳珍表明,如果要去拍三集片来还债,她和前夫的婚姻就完完,但前夫态度强硬,最终她无奈揭拍,所得片酬全给前夫,同时也让她觉醒,选择跟烂人离婚。 rozailing 做成文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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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